今儿我要干一件你们都不敢想象我现在敢做的事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呢就是我今儿要去的这个地方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我新买了一个显示器支架 能把我的显示器立起来放 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铁管它拧不进那个底座里 现在我只能用磨刀石 你没有听错磨刀石 把这个铁管的这个纹路磨得细一点 然后让它能能够拧进这个底座里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眼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看着这是那个底座 这是要拧进去那根管 这根管呢 你拧吧拧吧 动不了了 你说气不气 就这个东西太粗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来给它磨得细一点 上面这个漆啊 现在被我磨掉了 但离这个钢管变薄 哎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 而且根据我之前看的磨刀视频 他们说这个上头这个黑的这种金属残余 鱼也有利于磨刀你知道吗 时不时呢 它也上头浇点水 哎 一会儿会不会给它磨小了呀 一会儿如果我太沉迷于这个 磨了太长时间 我觉得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能让什么让它一直转 我就不用拿手磨了呀 哎这感觉已经平了呀 试试呗 拿去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感觉说它变 可多转去了一点 是不是 是吗 还是我磨刀的错觉 现在一二三四四个大蚊 继续磨 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感觉明显小了一圈了 螺蚊都快磨没了 老王这玩意也没磨了这么半天也没用啊 今儿我要干一件你们都不敢想象我现在敢做的事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请把想象不到打在公屏上 哎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我来准备一下啊 关于退货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还在三秒读本科的时候呢 我爸妈来看我 当时我和我的时任女朋友 还有我爸妈 注意啊这个时是时间的时 不是数字的时 我们四个呢就在商场里逛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任女朋友觉得她有点冷 商场空调太冷了 于是呢 她就去一家店里买一条裤子 继续和我和我爸我妈一起逛超市 然后逛完了呢 然后她就去这家店把这个裤子给退了 就在美国你可以实现这种操作 所以呢 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 虽然我买了三个显示器支架 但我得把另外两个退了 退货的话 亚马逊退货呢 你可以去亚马逊当地有个locker 就亚马逊的这个储物柜啊 去退货 那比较方便 如果你不想去那个储物柜退货呢 你只能把这个 就是运送这个标签打印出来 然后贴在箱子 还得自己找一个箱子啊 再从UPS或FITES 给亚马逊寄回去 所以今天呢 咱们就要去退货 哎那你们也知道 小涛涛是不可能选择走路这种交通工具的啊 所以今天的交通工具的选择呢 就是滑板 哎你没听错 为什么我说你们不敢相信我今天即将要滑滑板了 就是因为在一个月之前我刚刚因为滑滑板骨折了啊 但我因为它骨折这件事没有影响到我丝毫对滑板的信心你知道吗 今天咱们重新踏上滑板 当然呢你们需要理解我的一点啊 就我呢滑板技术并没有那么的高超啊 所以一会去退货的时候呢 我不可能举着相机去啊 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但是呢我会拿着手机给大家录像啊 所以一会拍摄的画面啊 均为手机拍摄啊 所以呢你们就千万不要指望我拿着一个八爪鱼 然后架一相机镜头 还有一麦封这样去滑滑板了啊 我并不是KCNested啊 我并做不到这一点 转念一想 这两个显示器支架放一起实在是太沉了 我不确定啊我这个电动滑板在承受了我接近300磅的体重之后呢 加上这两个快四五十磅的显示器支架能不能handle的脸啊 所以我决定呢还是骑车过去啊 我稍微有那么一点怂了啊 这个滑板呢咱们可以单独去滑啊 那这次退货啊 就先不滑滑板了啊 嗯咱们骑车去把货先退了 I never felt the way I do You're in all of my dreams Whether I'm awake or I'm asleep I love ain't going anywhere Babe I'm endless way too deep It takes courage to admit the truth I've been waiting forever Didn't dream before but now I do Yeah I can when we're together You give me feelings I never felt before Now I lost my mind So you can make good You're safe I can't help it I wanna be with you all the time You give me feelings I never felt before Now I lost my mind You put you to make good You're safe I can't help it And I do anything to make good 感谢观看